他一直以为人家发现 并成立的大福祉 他一直以为在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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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大力的全小手 关爱自闭症儿童 让星星的孩子不再孤单的公益赛车盛事 现场身着红色战袍的中明星 各自驾驶战车亮相跑道 在众粉丝欢呼下 比赛拉开帷幕 要说明星就是不一样 不仅在台上风光无限 飙起车来也是相当玩命 在众人欢呼同时 安宇轩却突然一脚油门 撞到了路边防护栏 没过一会儿 李晨则直接开车飞越防护栏 好在本人安然无恙 很大的直线 所以过来会有很高的速度 然后前面刚刚超完车 然后呢就想把速度放得更高一点 然后在这的时候就没刹住车 所以说你现在身体没有什么 没问题 后来我还 专业组的时候又上车 让是这样子比了一圈 就是后来你拿了个专业组冠军 没有了 我那个还好 我那个车好 曾多次参加过赛车大赛的李晨 难能惊得起这样打击 为了挽回面子 李晨随后又参加了专业组赛车比赛 并打趣成自己飞越防护栏 是自己刻意安排 看着其他好友玩得如此happy 韩红却只能默默加油 近期因连续违规交通问题被调消驾照的韩红 虽然也收到文章邀请并答应参赛 但因不驾照而未能参赛 韩红老师是因为他现在的好像根据交通规则 他现在是不能驾驶车辆的 对 但是呢他对于这件事情他也表示非常的遗憾 他昨天也亲自到我们这个赛车场为我们加油 他这一次也是所以就是给我们所有人也都是告诉我们说 以后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开车不要打电话 那个电话是你打的吗 不一定也不一定 他也不好意思说万一要是我打的话 我就觉得负罪感特别强 对因为他当时是要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拍点照片啊什么的 对你有可能是有可能是我打的 哭六娱乐北京报道